大家好,这里是会妈小淑良 很多家庭里经常会出现一些送饭或者隔夜饭 如果把它倒掉,就觉得可惜 倒掉的话不仅可惜,而且还浪费 那今天就用这些隔夜饭来给大家分享一个 饭店里特别招牌的一道拌扫饭 喜欢吃扫饭的朋友们,赶紧进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先把这些隔夜饭把它倒在盆中 然后倒入数量的花松油 戴上手套,用手把它抓拌经营 把这些饭团把它抓散 为什么大家都觉得饭店里炒出的米饭那么好吃,那么美味呢 其实呢,只要大家多注意一些气节 你在家也能炒出饭店里的那个味 把这个饭团全部给它抓散,抓经营后 先来点老收,上色 再来点味极鲜,调味 然后再用上你漂亮的左手 我们继续给它抓拌经营 把米饭给它抓拌成这样子就可以 先放一边备用 下面我们再来准备点其他的配料 准备一根胡萝卜,先给它切成厚厚的薄片 然后再给它改刀,切成小荒丁 切好后呢,给它装入盆中备用 再来几个刚刚从路边捡回来的香蒜 我们直接给它切成蒜末 哇,你有缘点进这个视频 看到这边,老家大家用花産的小手 给慧妈小子娘点个赞支持一下呗 然后再来一把松叶,我们直接给它切成葱花 切好后跟这个胡萝卜大蒜混在一起就可以 转出一把祖酸的铁勺 再往里面打入一个正经的母鸡蛋 这个母鸡蛋是刚刚从鸡屁股里面给它挖出来的 还软和软和的呢 给它打散后,放一边备用 想要炒出它的米饭,好吃不粘锅 第一步特别的关键 我们先把锅炒到盲心腌 然后往里面甩入一坨猪肉油 先颠一颠锅,让锅喝饱猪肉油 然后再把正经的鸡蛋液给它倒入锅中 先让它定型一下 接下来再用于祖酸的铁薄快速的松混的给它打散 把它打成这种漂亮的鸡蛋花 下面我们再把蒜末还有胡萝卜一起下入锅中 把它扫出香味,扫至断生 扫出香味后呢,接下来把米饭给它下入锅中 先用勺子稍微给它削打底下 然后再用勺子的背面给它按压按压 等要炒出它的米饭,好吃美味 动作要快,姿势要帅 继续把锅甩起来 用这个方法炒出它的米饭 晶莹剔透,立立分明,苛刻薄白 而且一点都不会粘锅 最重要是动作要快,姿势要帅 把瓜拿起来帅一帅 这边呢,我们再来二十八粒鸡粉 一把香菜花和一把松花 然后继续给它颠一颠瓜 看小淑梁人长得挺老实的 没想到它甩瓜的记事 却是一流的,太帅啦 这道碗给它翻炒个五六七八下 即可酥瓜,关掉碗烟 然后装酥盆中,哇,太香啦 这样一道简单的蛋炒饭就做好了 太香太美味啦 没想到小淑梁竟然把隔夜饭 做成饭店里的招牌赛 哇,这技术真的是太厉害啦 如果你们家里有送饭 隔夜饭的不要再倒掉了 用这个方法给它做出来 比大鱼大肉还好吃哦 隔夜饭做成饭店里招牌赛的技巧 你们结尾了吗 好,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边吧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给我点个赞,加个关注 或者把视频转发给身边的朋友 感谢大家 整本下个视频再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